赛特范国王 赛特范国王就是说赛特范内玛娜的儿子 从1190年到1124年建筑了修道院 叫萨娃圣人的他弟弟在建筑结束 和后来的画画中有了重要的角色 1219年萨娃娃东征教堂获得了独立 而沙茶修道院从此是独立大主教官区的总部 1217年教堂高官在沙茶修道院给赛特范国王就行了加面礼 1253年教堂总部被搬到培齐城市 然而到1253年位置 教堂高官在沙茶修道院给属于内玛娜朝代其他的宗旨制 是假面了 121年教堂委员会在这里就行了 而萨娃大主教在这里就行了 关于战争宗教和一教徒有命的讲话 在后来的设计内 修道院好几次被毁灭 他然后被修复而他被当成所有教堂的母亲 建筑师按照更旧的拉什卡教堂建筑了设察修道院 四庙的主要部分被分为三个衡量 其中的是在公台空间的一个衡量 圆武定在中间的衡量上面 由堂面积大的前厅后来在修道院系部被补建 壁画大部分收到了宋师 而艺术家用绘画三次装饰了教堂 这些彼画是在中设计 萨维亚绘画中最漂亮的彼画 介绍塞特·范国王和他二子拉多·萨夫的彼画 和塞特·范国王写成的奖章引起最大的主意 历史记录证明教堂过去有美妙的石头画墙 但是它没有被保存 1934年新画墙被创造 1994年艺术家按照原来的画墙 创造了大理石的画墙 耶稣基督图标和圣母图标在画墙 1996年沙茶修道院的车间制造了这两个美妙的图标 两个坊墓在修道院 耶稣斯塔维耶大主教在一个坊墓被埋葬 包括里的贵重物品消失了 而历史记录证明约翰圣人的首长从这个修道院被拿走了 约翰圣人的首长现在在意大利 有美妙镇中的生石子部分从沙茶修道院也被拿走到意大利 有名的绘画车间在沙茶修道院工作 而这些艺术家绘画的壁画是在全世界上的东正教堂和房子美化 壁画是在三年的木板绘画的 艺术家暗中设计的指示把金也贴在木板上 尼克拉伊菲利米·罗维奇当大主教的时候 印刷厂在沙茶修道院工作了 近年来修女恢复了出版行动 而俄本书和希腊书被翻译成赛语 当网者在修道院的商店里可以买笔画、书和享路 修道院有非常好的网站和网上商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